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款的制作 我们戳的时候呢 就先把它这个彩虹的毛发给戳出来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先戳这个粉色 就戳它这一块的去 就戳它这一块了 然后把不均匀的地方 毛比较少的地方 抹上一点羊毛 然后把这边的粉色也同样的戳出来 粉色的部分戳完以后 我们可以戳黄色或者蓝色都可以 然后把这边的黄色 还有这些个所有的黄色的区域给戳出来 按照这个云的图案来戳上白色 然后我们戳的时候 这个云的部分 可以戳得比它上面身体的地方 凸出来一点 稍微高一点 然后这样会有一个分界线出来 然后我们戳得更多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OK 云戳好以后 然后我们就戳上它这边的白色部分 然后和戳这个毛发的时候一样 也是这样戳上一层白色 整个这里都戳上一层白色 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把这个云朵到这里 也戳上一点白色 我们戳这边白色的时候 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线条 都想给覆盖住 然后这个彩虹的戳法 需要一点粉色羊毛 把它给这样戳一下 然后从中间这里开始戳 戳到边上以后 把多余的给剪掉 粉色戳完以后 然后下面戳上一履黄色 紧握着上面的粉色部分 这边的白色 我们将这个独角兽的这些各区域全部抽好以后 然后它这个眼睛还有这个线条 我们先不要戳 先把它的蓝色的背景给戳上 接下来是后面的蓝色背景 示范教训 我们接下来就戳上它背景的蓝色 把蓝色眼毛铺到它固埋的地方 这样直接戳上去就可以了 戳背景的时候 我们把戳好的图案给露出来 它薄的地方不像羊毛铺 戳这个背景的时候 然后针也不可以戳得很深 那么容易就要到它了 把蓝色的地方拿出来 在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接下来就要把蓝色的地方拿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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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